魏莺 你不在的这十六年 第一年 原来 寒谈同城的后浪 背上的伤势愈发沉重 这一年间总是半梦半醒 模模糊糊中 似乎总有人在喊我的名字 是你吗 第二年 每月 叔父都在洞口徘徊数字 就是不禁了 大月她是想问我 你知错没 又怕会被我的大夫 气得在此挑角 失了风度 瞧 我跟你学了多少怀心眼 第三年 闭门思过的时日里 大哥常来找我谈心 却时刻避开你 我以终会研究自己在不悦天所为 有备君子之道 我自己多敢识人 倒是不知 怎么劝我她 走遍天地灰灰灰 第四年 不夜天的悬崖下 我什么都没有找到 就连你的陈青也没找到 第五年 江婉淫的宗主做得不错 与孟江市在鲜文百家中 已不容小觑 只不过 她的脾气还是一如既往的坏 你所料不差 金陵那孩子 长得像江姑娘多一些 第六年 阿院在发了一场高烧后 以前的事情都不记得 冬春秋水一如旅 一如旅一如旅 更不肯轻易给旁人触碰 我把她养在兔子堆里 兔子吃什么她吃什么 倒也不挑 有爱落魄 读书写字练琴喜舞皆不错 是相望的 第七年 昨天是你离开我七年的日子 我去采一阵奶奶斯坦天子笑 今早起来 大家看我的眼神都乖乖的 我才发现 自己胸前不知何时 躲了个瘟石烙铁铭 天子笑是好久 可惜不适合我这种一口即道 都给你撞着了 去脱碎 灵魂成灰 天爱永不回 夜色一身 四下无人 我在池塘边徘徊良久 想起你说 莲子要吃带着精的莲碰一对 终没忍受忧惑 睡身上前扯了一大把 谁知被看堂的老汉察觉 只能一边被狗追赶 一边慌忙中扔下阴线 实在是 力身不证 有违家训 第九年 怡灵的茶楼里 至今还流传着怡灵老祖和乱葬梗的传闻 听的人 却全当故事听了 夜列途中路过我们一起吃过饭的酒家 照例点了阿远喜欢的银耳羹 我尝了一口 仍旧天的发苦 南威这家店 竟能一年做得比一年更难吃 第十年 蓝怨 自私追 阿远的新名字你可欢喜 第十一年 韩光君已有缝乱必出的没命了 不愧是韩光君 你在的话 一定会这样笑话 你这个人呢 就是完全没有微好自觉 哪里有热闹 还能少得了两年 第十二年 蓝世家归加到三千九百条来 有个叫蓝景仪的孩子 凌厉的颇有些过头 整日窜堵小辈们一起胡闹 叔父一见到他就吹胡子瞪眼 不知是不是 想起了吗 我倒觉得 那挺好 第十三年 我又到云梦里 看金铃了 这孩子性格还真有三分四米 被几个大孩子围攻 也不想将婉淫告状 指自己埋头极面无意 在看江姑娘的回程途中 遇见了些云梦的姑娘 不知为何 他们一直盯着我笑 却没一个由你笑起来好看 可见 你演过棋事 只为你憔悴 我们都在尽快 你说 你也好 母亲也罢 我这个人是不是注定什么都留不住 第十五年 这十几年我四处走 四处看 四处问 四处寻 四处孤独 四处疲惫 四处伤心 我们可否不闹别扭了 只要 只要你回来 我就告诉你 是我错 我很想你 第十六年 来站 卫英 我在 我 我 在 我 我 在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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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